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24号星期三 这个胡锡进在微博上发文 呼吁司马南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拿钱买中国股票 司马南在美国买了个小房子 他自己是承认的 对不对 他说多年前听谁的建议 买了一个也不是很大 那胡锡进今天发微博 微博上面说 他说看到我的老朋友司马南天天惦记着我 我很是感动 老胡在此建议司马南 把美国的小房子卖了 因为他们说司马南在美国买个大豪宅 司马南说不是大豪宅 就是个小房子 然后老胡建议他把美国的小房子卖了 用那笔钱转投中国股市 与老胡并肩作战 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贡献各自的绵薄之力 老胡是不会在这个时候 主动劝哪一个普通的股民来买股票的 对不对 但是司马南是老朋友了 我愿意与司马南共勉 朋友情归朋友情 老胡过去 总是顾不上 回复这位老朋友不间断的问候 今后也不会 今后也顾不上 我很忙 我有好多事 望司马南海涵 就是说不能老理你 这来讲 咱们做一个公道博 咱们说一下 的确 胡玉进其实非常非常少 说司马南 也几乎不回应 司马南是三天两头的去蹭胡玉进 今天给胡玉进 要跟胡玉进交交心 明天要跟胡玉进聊聊情 反正各种流骚 然后老给胡玉进提建议 知道吗 有时候当然也是说是肯定 说是表扬 但是实际上 都是还是觉得他可以去表扬他 肯定他 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提高 去进步 司马南这个人 其实在这方面真的比较讨厌 知道吗 没想到拿胡玉进找路 现在胡玉进 真正一步将过来 人家 你在这天天动动动 没有动 人家现在一步直接将你军 你司马南怎么着 以我对司马南的了解 司马南这个人 我跟你说 很聪明 语速非常快 这很难得 一般人没有司马南这个语速 司马南语速算是比较快的 而且一套一套的 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基础 这个就还算可以 但是 就以我对司马南的了解 司马南是不会真的做什么 司马南这个人做不了啥 就是嘴炮行 就纯粹打嘴炮 嘟巴天下无敌 你知道吗 可能嘟巴了 一般人真嘟巴不过他 你知道吗 一套一套的 但是司马南会真的把美国的房子卖来提摆股 是吗 不会的 他会给自己找一堆理由和借口 他只要能说半个小时 知道吗 然后话密的不得了 最后反正说 感动天 感动地 感动空气 反正最后就是 这房子他不能卖 然后钱不能拿回来投资中国股市 我估摸着就这么一回事 我在这里 非常的希望司马南同志能打我的脸 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回来买中国股市 好不好 咱们看司马南能做到 要他能做到的话 我也算尊重他一下 如果司马南真的能够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拿着钱回来买中国股票 我也尊重他一下 而且说实话 就你目前的价位 司马南如果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回来买股票的话 不亏钱 真的是不亏钱 这样来讲 胡锡进也不能说完全害他 但是司马南又连这都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司马南最起码 咱不说司马南以后闭嘴 这不可能 对不对 他能画牢 他能闭咬嘴吗 但我觉得司马南这样 如果不能够把美国的房子卖了 拿着钱回中国买股票的话 我建议司马南以后就不要再提胡锡进三个字 这个要求不高 以后不要再说人家了 以后闭上嘴 知道吗 这一步就将死你了 真的一步就将军 一步叫杀 直接叫杀 如果做不到 真的以后就是说点别的 说别的 反正别再说人家 人家回进说了 人家没功夫 过去顾不上回复你 以后也没有功夫 还是没功夫 就希望你自己多真正 好吧 好吧 我们看看司马南后面怎么应对 我相信司马南明天可能录个30分钟 冰的猫狼一顿话 反正 但是这事不能做 但是他能找出特别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来 好吧 但是就没什么用 有些时候 该做事的时候 有些话 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就做就得了 知道吗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 但司马南 司马南所有的事都能说不能做 司马南没有能做的事 只有能说的事 大南是特殊彩照支撑的 好吧 那这些劳作里边 谢谢大家